你别那么缺德不饿你还非当地比回一下 今天天太好了 行了叶子别吃了 昨天没吃饭吧 咋没吃呢 那你看这书啊 昨天那一个大榴莲吃哪也不知道 亲我一下 哎呀 站起来 来 站姿里又吃 哎呀这响了这响 别跟没吃过似的 太长了 我们东北猴好养活 真好养活 大虫蘸大酱 高尔米水饭土豆酱 真好 这东西又得个赶脚的 慢点慢点有的是那大碗呢 大千紫王我在吃 葱不能辣下 我的天 东东你是东北猴还是山东猴 东北猴呗 人家说你是山东猴 这八景都东北猴 葱蘸酱没看吗 这是一条在日本深海捕捞的大船 船的两边全是自动的大吊位 吊上来的鱿鱼 每条都是几十斤重 用我们的话来说 就是快成金了 不过在这里确实很平常 因为每条都是这么大的 这里的人都见怪不怪了 拉上来的这么多 真没一条小的 真是大开眼界了 鱼民就这么站在甲板上 把收回来的鱿鱼拉上来 这么大的一条鱿鱼一个人拉着很费劲 也不怕一不小心拉不上来掉下去 掉下去一条鲨鱼正好过来张口接走 想想都害怕 还连救生衣也不穿一件 不知道是大风大浪见惯了 还是生死看淡了 不过这高风险就一定有高回报 这一条接着一条的巨型大鱿鱼 圆圆不断拉上来好多 这一条骑马的好几千 这一天下来的拉上来多少钱 上岸了 这些大鱿鱼估计是要做成刺身了 原汁原味的那种 平时在那些刺身店就见过这种这么大的 切成片蘸着芥末酱油吃 白嫩白嫩的 据说特别鲜美 不过我还是觉得卤水的更好吃 像香港的卤水大墨鱼就很不错 哦对了你们想怎么吃 忘了这不是我家的鱿鱼了 好像有点想多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观看 别忘了长安点赞支持一下哦